那么学大臣 不就是要真的真如吗 真的真如就是宁心见心 真如就是自信 就是诸法实相 这是大臣修学的总方向 总目标 可是 一定要放下 齐心动念分别之处 这个就难了 从哪里开始 从放下自己身体开始 放下身体 放下自私自利 就从这开始 这句话说得容易 做得就难了 几个人能做到 做不到不能拯救 做不到出不了六的轮回 这样我们才真真明白 我们除了净土 代业往生这个方法之外 八万四千法门 都要断烦恼 都要振振服 没有例外的 另外只有净土法门 可以不用断烦恼 不用消业障 在这一生当中 求生西方极乐世纪 清金阿弥陀佛 这问题就解决了 不断烦恼 能成就 没人相信 其实 尽忠断烦恼的方法 太巧妙了 巧到什么程度呢 不断而断 业章不消自消 这方法太妙了 这什么方法 就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万德鸿鸣 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世出世间 一切法的功德 阿弥陀佛 第一 这一句阿弥陀佛 可以包括 什么功德 包括 摄奉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从初发心 到无上 成无上到 所有功德 都在这个名号里头 你说 这还得了吗 所以 念这句名号 烦恼不断 自己没有了 业章不消啊 业章自然 也消掉了 这一段事情 大家好好的 舍利不尽 舍利不足 一遍两遍 恐怕你没见到 啊 我学这个 坚根柱 这一遍是 第十二遍 我才看出来啊 我才能 说得出 这么一句话了 一句名号里头 韩世 摄奉三世 一切祝福 从初发心到 成无上到 所有功德 都在里头 念这句佛号 容易点 了解这句佛号 认识这句佛号 不简单 你真了解 真认识了 能不念吗 不可能的 知道念这句佛号 是世出世间 头灯大死 念这句佛号 真正这是 人生最高的相说 最高的相说 断烦恼 小业障 成就无上菩提 成就无上功德 不就是这个吗 就在这一句佛号之中 那可惜的是 没有人知道啊 就无上菩提 如果有证明的 小业 证明都放身 明后 优优独播 明后